厦门这个人应该是最受全世界男人羡慕的吧 他叫渣男 啊不对 他叫查纳 一个印度阿三啊 他父亲也是阿三 还是印度一个教派的头头 这个教派允许一夫多妻 所以查纳坚定地秉承了教义 先后娶了39个老婆 成为了世界上老婆最多的男人 反正娶也娶了 总不能让老婆们闲着吧 所以结婚这些年 她的这些老婆们就像母鸡下蛋一样 陆陆续续地给她生了94个子女 而后子生孙孙又生子 在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印度 仅她自己家人口就已经达到了180亿人 还顺利入选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成为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家庭 三妻四妾三有争宠 更别说39个老婆了 妻妾间打打闹闹更是常识 不过扎纳的大老婆 是她的内务总管 能力出众 把家里的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 从医师住行到生孩子看病 都给大家伙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正因为有了这么一个闲内住 所以扎纳的后宫和家庭一直都很和睦 如此庞大的家庭气息 每天开资就得几万块 一天光吃饭就得消耗200斤大米 更不用提蔬菜肉类等副食 不过因为家里劳动力过剩 而且为了解决温饱问题 扎纳创办了饲养场和菜园子 呼吁全家一起动手 过起了自给自足的小康生活 不过玉和南平 严谨永远都不会满足 虽然这货已经有了这么多的老婆 而且已经到了67岁高龄 她依然还有娶妻的意向 她依然还有娶妻的意向